刚坐下,凤青浅就给她递了果茶,明幽看了一眼她杯盏中的酒水,道,不公平,我这喝的是果茶,你这可是下着连城的穷江玉叶。 若你喝了,今晚费心经营动,恐怕就没有了。 听了这话,明幽便收住了禅意,快到传善的时候,庄妃才悠悠来了。 臣妾参见陛下,殿下,因为有事耽搁了,所以来得晚些,请陛下和殿下恕罪。 入座吧,庄妃只身衣裙,倒是极好看。 众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了,雪贵人看得眼热,小声恨恨道,庄妃倒是不咬人的狗,平时看着,一不打扮,二不争宠,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哎,她肌肤怎么如此通透,细嫩无比啊,借着烛火,像是会反光一般。 顺妃前不久是见了庄妃的,可当时也没瞧见她肌肤好成这样。 宫宴没开始多久,雪贵人便大着胆子道。 陛下,臣妃为陛下和殿下排了一曲舞,虽不才,可怨博陛下一笑。 还未开始,凤青浅看了一眼,坐在下方的庄妃。 朕听闻,庄妃扑通音律,不如就此扶一曲,为雪贵人搬奏。 是,庄妃倒是欣然同意,躬身道。 听陛下头次提到了庄妃,众人都很意外,心思各自活络了起来。 秦音拨开,手指呼起呼落,一扬顿挫。 秦音开始倾泻出来,伴着雪贵人的妙舞逐渐大了起来。 雪贵人腰枝纤细,灵活娇润,将舞曲与女子的柔媚融合得恰到好处。 一曲舞弊,雪贵人躬身,凤青浅眼里依旧平静如水,似乎根本没看多少。 大使庄妃退卸去时,凤青浅特意补了一句。 庄妃竟然是卓融,倒是很别致。 谢陛下夸奖。 庄妃言笑艳艳,雪贵人嘴角的笑便再也扬不起来了。 众人心里是又痛快又嫉恨,凤青浅扫了众人一眼,道。 从今日起,晋荣魔为荣妃,雪贵人为雪妃。 凤青浅的话说得很慢,到雪贵人之后, 便戛然而止。 瞧见妃嫔期待的目光,装作冥思了片刻,低声道。 冥妃。 冥妃听见凤青浅说自己,眼神里的光立刻亮了起来。 冥妃入宫未有多久, 这宫里的礼仪知道的不是特别清楚。 冥妃,荣魔又是你亲妹妹, 你定要好好救她。 荣妃和雪贵,俯身贵信。 谢陛下,谢殿下皇恩。 冥妃虽心有不甘, 可不得不装出贤惠温柔的样子来。 是,谨遵陛下旨意。 趁着凤青浅不注意, 冥妃偷偷挪过她的酒杯来, 咕唧咕唧喝了一盏。 凤青浅眉头未动。 你倒是贫嘴。 冥妃咋咋嘴, 倒是无事, 只是露出笑意来。 嗯,果真很好喝, 像是天上的穷江玉露。 凤青浅抵不住她的央穷, 又分了一小杯给她。 只是冥妃喝下去片刻, 脸上的红韵便开始上来呢。 起初凤青浅未注意到, 直到她拿着筷子在桌子上滑动, 一边很认真地小声嘀咕道。 我,这太好滑, 怎么夹不起来啊? 冥妃夹起一块胶白来, 醋梅。 这个小猪蹄子怎么这么小呀, 还这么白? 嚼吧嚼吧, 惊诧道。 诶, 你这猪蹄子怎么有牛肉味啊? 小顺子在身后不远处, 肩膀不住地看透, 想笑, 只得拼命地低着头。 才喝了一杯就醉了。 冥妖雾眼朦胧, 两颊微红, 固执地去到自己的杯盏里夹菜, 反反复复没夹起来, 只得抱怨。 嗯, 这筷子坏了。 撒娇似的看向凤青浅, 紧接着又道, 啊, 你竟然伸出好几个头来。 真瞧你这小脑袋关坏了。 突然起身, 将她拦腰抱起来, 大步走出了殿外。 殿下不舒服, 陛下先行, 送殿下回宫。 各位娘娘, 慢用。 恭喜荣妃娘娘, 这么快就晋升妃位了。 可不是, 荣妃招陛下喜欢, 父亲又是丞相, 陛下自然看中了。 这话原本没什么奇异, 可听到明妃耳朵里便是不痛快。 若是依仗家事, 论家中关系, 难不成她一个嫡女, 还比不过她一个庶女吗? 可任凭心里有再大的火, 明妃也只得压着。 现在本宫也和大姐平起平坐了, 以后不用看她脸色了, 想起父亲一定会知道, 不只是只有她这个嫡女才能争光。 柳香扶着她, 娘娘, 您酒喝多了些, 咱们走慢些, 柳月已经先为您回去拿披风了。 没事, 本宫高兴,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本宫以前在丞相府, 虽说衣食无缺, 日子过得不错, 可因本宫娘是妾, 从小父亲就不重视妒女。 大姐当作天上的明月养着, 可我们这些妒女, 就是园子里的花草。 哈哈哈哈, 大姐什么都好, 都比我们好。 我们都是她的陪衬, 可以后, 本宫再也不用做她的陪衬了, 当本宫有了皇嗣, 成了贵妃皇贵妃, 整个明成相府, 都会以本宫为柔。 送进去休息时, 柳香感叹, 其实娘娘也挺可怜的。 若是我呀, 我倒是愿寻个普通人, 一辈子相依相守, 也不想要这皇家富贵。 你瞧着满宫的美人, 是光鲜亮丽, 可陛下真正在意的, 只有皇后一个。 我方才先出来拿披风时, 瞧见陛下一路将皇后抱回去的。 其实皇后是浅着了酒, 喝醉了, 可这满宫里, 也只有她一个有这么好的待遇, 陛下是将她放在心尖上的。 这宫里没什么不好, 再不得宠, 也是娘娘, 比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命好。 若有朝一日, 我也有这样的机会, 成为娘娘夫人什么的, 就是一辈子没自由, 没真心, 有紧欲一时, 也是好的呀。 寒景宫里, 明月将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指着外面道, 她一个, 没见的庶女, 有什么资格, 以为成了妃, 就能和本宫平起平坐了。 娘娘想到哪里去了, 她就是爬得再高, 也改变不了她这低贱的身份呢。 敌属尊卑有别, 哪里能轮到她欺负娘娘了? 娘娘你想, 这未尝不是好事, 这容非娘娘成了妃位, 对丞相福可是大有益处, 就是对娘娘也有益呀。 娘娘无需动怒, 当年四姨娘得宠, 可即使得宠又怎么样, 她始终还是个姨娘, 任凭夫人拿捏, 夫人有气就得受着, 好东西也轮不到她们妾室。 自昨晚宴会后, 宫里的女人都很关注锦绣宫的动向, 就连明妃都有些蠢蠢欲动了。 你去锦绣宫里打听打听, 她身上那身衣裳是何处坐的, 还有, 她最近用了什么在保养? 娘娘, 这锦绣宫坐着的妃嫔, 现在少说也有四五个, 奴婢当买些过去, 四处问问, 若真是什么好东西, 庄妃想必口风捏紧得很。 锦绣宫里, 庄妃还是穿着昨日那身衣裳, 迎迎而立。 诸位, 今日倒像是约好了似的, 本宫这锦绣宫, 倒是从未有过的热闹。 顺妃先笑道, 啊, 姐姐说笑了, 昨日见姐姐这身衣裳, 巧夺天工, 别出心裁, 所以今日特意来细细巧巧。 庄妃倾笑, 哦, 妹妹们说的是我身上穿的这件呢, 这件不过是我随意坐的。 姐姐, 最近的皮肤也是通透雪白, 可是有什么秘诀? 本宫倒是未发觉有什么变化呀。 啊, 喜事最近蔬菜瓜果吃的比较多, 洗脸的时候掺入了羊奶。 啊, 张飞娘娘说笑了, 臣妾也每日用羊奶和玫瑰双鱼。 嗯, 想必是做人的功效不一样, 我用这效果都不错。 没打听到自己要用的, 香妖来楚秀宫的人也都回去了。 雪瓶一路上抱怨, 哼, 这张飞的嘴可真够严实的啊, 这旁敲侧击, 愣是不开一句口。 这宫里的女人争美斗艳, 一向都是使十八般武艺来, 张飞这人一向不爱和别人来往, 口风自然解。 安夫人倒是心里有主意, 并不在意, 张飞不说, 自然在情理之中, 只不过大家相邀, 她也不想凸显自己的不合群, 所以就跟着去了。 她早早地就让宫女去锦绣宫 能出入寝殿的人打平了。 红素等锦绣宫人少的时候, 这才出去了, 偷偷地给了锦绣宫 在主店里清扫的四喜二两银子。 四喜, 你若是能打听出来, 再给你十两银子。 和鸟鸟最近东西都藏得紧呢, 基本不让我们进去。 素红点头, 你只管去就成, 若是不成, 你还有二两银子在。 掂量了一会儿, 四喜就点头硬了。 苏红姐姐, 我只能尽力去看看, 不成, 你可别怨我。 那是自然。 韩欢带着洗衣进来。 殿下, 成了, 奴婢瞧见这一早上啊, 锦绣宫的门槛都给踏破了。 他们可听出什么来? 没有, 奴婢远远瞧见各位娘娘们, 都是垮着脸出来的。 你等会儿去找个幻衣局以前的旧箱石, 捡一个机灵的, 将消息卖出去, 只卖一个人, 开口价一百两银子, 若还价就不卖了。 等第二日, 再陆续卖给三四个人, 每人五十两银子。 等第三日后, 则是将消息卖给明妃和荣妃, 收价二百两银子。 只要是卖消息拽来的银子, 我们都分那位宫女一半。 殿下, 这前面的价高者得, 可这后面为何要卖二百两银子? 因为他们讨厌。 这宫里若要坑冤大头, 自然是最应该坑他们姐妹呢。 憨喜一头雾水, 可还是按着明妖说的去办了。 过了两日, 如意将三生花的账本送过来的时候, 大喜。 殿下法子有用啊, 这不出两天, 店里的东西基本都卖完了, 也就剩下两盒百花论严养肤霜, 之前的十盒都是按着一千两的高价卖出的。 这最后两盒, 只对外说剩一盒, 分别给明家姐妹出价, 再卖出去。 明妞想着, 这平白多赚几千两银子就兴奋, 这赚的是讨厌的人更开心。 明妞在宫里听到消息的时候, 几乎坐不住了。 什么? 那些贱婢是从哪里来的消息? 奴婢也不知道, 外衣局的婢女说, 她是送衣裳过去的时候, 偶然听到庄妃说, 皇城中开了一家铺子, 叫三生花的, 庄妃的东西都是来自三生花。 等明日一早, 咱们就去。 素红道, 娘娘, 您出宫怕是不方便, 还要请旨。 明月一想, 便坐不住了。 你现在连夜出去, 去库房拨五千两, 他们有什么, 本宫就不能缺什么, 能买的都给本宫买了。 是。 素红领了命下去, 素红一袭素衣, 抬头看了看三生花的电影, 柳夏夏听到动静, 出门来, 道, 啊, 贵客, 里面请。 柳夏夏端了香茶过来, 请贵客用茶。 你们老板不在? 素红打量了一圈道, 啊, 我们公子出去了, 估计要过两个月才能回来, 贵客若有什么需要, 吩咐奴婢便是。 你们店里有一款百花润眼养肤霜。 哎呀, 贵客来得不巧啊, 这东西刚好就剩下一盒了。 那我要了, 快给我包起来。 呃, 贵客要不看看其他的东西, 这东西一早被宫里的名家娘娘定了, 虽未给银子, 奴婢也得罪不起啊。 他你得罪不起, 我们家主子你就得罪得起。 哎呦, 贵客勿生气, 奴婢只是奴婢啊, 自然是两位贵客都得罪不起的, 可那位名家娘娘说了, 这盒她是要定了, 出了两千两的高价呀。 她一个庶女也能出得起高价了, 哼, 果真是飞上枝头, 身份不一样了。 她能出两千两, 我们家主子就能出三千两, 她一个庶女怎么敢如此张狂? 呃, 可这…… 你们做生意的商股还有钱不赚呢, 她自己没付定金怪得了别人吗? 呃, 既然是这位贵人先来送银子的, 那…… 哎, 奴婢就擅作决定卖于贵客, 这衣裳一并给我包了。 抱歉, 贵客这店里的东西均是定制限量售卖的, 这还是半成品, 许是得等下月才能出售, 店里的衣裳首饰都是三生花的独一无二的款式。 就不能尽快感知出来吗? 我可以出高价。 贵客恕罪, 这都是上等的料子, 巧夺天工的匠人制造的, 一心一线, 慢工出细活。 贵客若是喜欢, 每月初六, 我们店里都有新款式的。 说了许久, 柳夏夏也为坏了店里的规矩, 除了百花润眼养肤霜, 愣是什么东西都没让肃红带走。 肃红出门前, 柳夏夏追了出去, 道, 哎, 贵客慢行, 店里有一款手镯, 倒是急趁贵客的气质, 便赠予贵客。 肃红接过, 消失在夜色里, 等柳月来的时候, 又将同等事情和柳月说了。 柳月虽不情愿, 可也只得付了三千两, 拿着东西回去。 明早一直等到深夜, 明妃娘娘也吩咐人去了, 只是被咱们先付了银子, 可这一小盒子便是三千两银子。 哼, 若是讨了陛下的欢心, 三万两银子也不成问题, 你瞧明优那个丫头骗子的寝殿里, 哪件不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柳月便不敢吱声, 明早心思都铺在百花养颜润肤霜上。 我不要和你说话, 你出去吧。 她觉得, 她仿佛控制不住心里的喷火龙了。 纵然, 她知道是不对的, 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不要碰我! 似一只全身戒备, 焦躁受伤的小兽。 片刻后, 明妖又恢复了平静,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低着头不说话, 心底里越发压抑难过了。 凤七七, 你出去吧。 凤青浅倒是未介意, 朕配着你, 你若觉得想发火, 便朝着朕发就是。 明妖只觉得更委屈了, 心里难过得要命, 想哭的同时伴随着怒火, 他有些讨厌他自己, 可偏偏控制不住, 低声细语地与他说着话, 大掌轻轻地给他顺着背, 半个时辰后, 明妖才浅浅地睡着了, 让小顺子找了太医来, 将工人并退。 许太医拱手道, 陛下, 这是身体有不适, 女子在越试时, 心情郁郁烦躁, 像是换了一个人, 可是病了。 哦! 许太医回神过来, 有些懵, 陛下怎么问到女子身上去了? 很快地回神, 攻身道。 陈斗胆问, 可是殿下。 是, 这就不奇怪了 殿下体寒肺热 原本中气不足 这女子又大多带着血气不合之症 在月事期间更容易心情烦躁 难于控制情绪 可有对证是 晨等会儿开两副方子 奔热些之后给殿下调理调理 听许太医说这是正常现象 凤卿浅便放心了 连着过了好几日 明幽的月事走了 众人提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秋去东来 昨日还是艳阳高照的秋日 转眼就成了阴沉沉的初冬 如意送了厚衣服进来 瞧见她的动静笑道 难得今日醒得早啊 殿下可要起身了 昨日还晴空万里了 怎的今日就变了天 这也算开始入冬了 天气也自然逐渐冷了起来 讨厌的冬天 整个身子都是漏风的 如意知道她怕冷 又讨厌穿得过多 于是值得安慰到 这屋子里过两日冷的时候 地暖升起来了 躲在屋子里啊 也没怎么觉得冷的 等过几日一下雪 咱们自己就可以穿冰糖葫芦了 这宫里的红梅开了 咱们再腌制熏肉 用火一烤 最好不过了 听得她这么说 女友也觉得畅快了两分 起身洗漱了 匆匆吃了便出去了 殿下这是去哪里啊 去店里看看 这都耽误了许久了 去了店里 看店的婢女们见了 个个都围了上来 公子回来了 许久不见公子了 明幽点头 好了 下去忙吧 公子 听如意姐姐说 公子前些十日病了 是 得了些风寒罢了 只是这身子弱 一直不见好 性子懒 索性拖了一段时间才来 吓吓 你说脑子不好使 记忆力下降 该吃些什么补补脑啊 吃猪脑子呗 老人都说吃哪补哪 猪脑子 不是补了更笨了 奴婢也是听老人们说的 或者黑芝麻糊糊 核桃也可以 从腰间摸出两块碎银子来 那你去给我买些回来 柳夏夏和另外的几个婢女都在吃饭 明幽则是端着一碗黑芝麻糊糊 面露南色 看着黑漆漆的芝麻糊 明幽道 其实我的记忆力也不是那么差呀 凤七七小时候那么爱打我 我都记着 如此一宽慰 便没了吃这些的耐心 道 这东西不要了 你们有喜欢的带回去便是 我去小气一会儿 公子不吃饭了吗 早上吃过早饭 不饿 哦 虽说是来三生花看店的 可明幽来了也没多少事情做 想了想 明幽觉得自己还是得找几个心灵手巧 有七窍玲珑心的人 能画出好看的衣裳 手饰图样来 迷迷糊糊的起身 开门 柳夏夏便端了热水给他洗脸 无意间瞧见他脖子上戴着的偿命锁 夏夏 你的偿命锁是家传之物吗 我们这种平民百姓有什么传家宝啊 这是我兄长刚做教书先生的时候 学生家属所递的学费 兄长拿回来便一直给奴婢带着了 那坐着偿命锁的那位师傅在何处啊 如今这首一刻还在 在 就在挪毕兄长教书的十里村 皇城外往东 步行大约只要半天的功夫 村里有一位叫徐老先生的便士 车夫将马车停在门口 明幽提了茶点便下了马车 明幽喊了两声 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 穿着一身藏青色的破棉袄 手里端着一个土桃碗 站在屋子门口 看了一眼明幽 道 小公子是来问路还是淘水喝的 请问你就是徐老先生 公子是柳先生的朋友 柳州 明幽想了想 柳下的档案里 他哥哥就是叫这个名字 徐老先生点了点头 是的 这十里八村的 也就柳先生是个文化人 不嫌我这糟老头子 还客气称我一生老先生 是 我是从柳州的妹妹柳下下那听说你的 她说你有一门做银器的手艺活 公子 公子不嫌弃可以叫我一生徐老伯 哎 来 里面请坐 公子 若是想请些手艺好的 这皇城里有无数的能工巧家 我这 年进古稀了 手脚也不利索了 恐怕接受不了公子的好意 听夏夏说 老伯还有个孙儿 现如今才七岁 一直是老伯拉扯大的 若老伯肯去皇城 我可以在附近给老伯单独找一间小院 每月五两银子 也够老伯和孙儿度日了 听到五两银子的时候 徐老伯忍不住 眼皮动了动 许是动了心 未拒绝 也未回答 明幽继续道 这活儿不算多 至于你孙儿 我只会想法子 让他去皇城里念书 你们也可以相互照应 以后若是老伯 能带出徒弟来 这五两银子 我也给你一并出着 当做你的养老钱 如何 哎呀 那请公子宽幼两日 我老头问问孙儿的意见 明幽点点头 让徐老伯找来了纸笔 写了自己的店铺地址 这是我铺子的地址 老伯若来按着这个地址便可 这有几辆银子 老伯愿意来便坐是车马费 若不愿意来 就当是给老伯苏儿买糖吃了 徐老伯不肯要 明幽放着便去了 明幽回店里的时候 将事情嘱咐给了柳夏夏 柳夏夏疑惑 公子为何如此确定 老伯会受邀请啊 这若老伯不来 这院子不就白买了吗 他会来的 不为他自己 也是为苏儿打算呢 小孩子都喜欢热闹 而我送的茶点 就是城中最受小孩子欢迎的 你小时候 你能拒绝别人给你的糖果吗 柳夏夏一致 随后反应过来 笑道 公子好奸华 竟然诱惑小孩子 好了 本公子要回去了 这天还未晚 公子就回去了吗 嗯 回去晚了 就没人给我留饭了 奴婢 柳夏夏还想张口说些什么 却停住了 笑了笑道 那公子明日还来吗 看情况 行了 你回去吧 明幽入宫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清华早已厚在宫门口了 去得这么晚才回啊 陛下都命人催了好几次了 不是我回的晚 是这天色晚的快 哼 就属你能言善道 口齿伶俐 那么 在陛下面前 你的灵牙都去了哪里了 那不是报正下无真话吗 我要是这番说 估计凤七七都能把我打残了 身体还未好 不许到处瞎晃呀 清华故意搬起脸来教训他 明幽老实地点点头 撒娇道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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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长得好看 说什么都是堆的 凤青浅过来用晚膳的时候 刻意问了他回宫的时辰 明幽立刻道 我回来的早着呢 都回来一个多时辰了 不信 你可以问清华 是 清华舍不得凤青浅责骂他 于是帮他打了掩护 你若敢天天这么野 镇片枪你的腿打折了 省得关不住你 你这个大宝君 来人 把肉再撤下去 不要 我听话 别带走我的肉 晚上过后 明幽跟着韩月出去散步 隐约看见人影在周围 韩月听到动静 立刻跑着去了 明幽立刻道 韩月 回来 韩月跑出去几步 听到他的召唤 停住脚步 哼起了一声 意思是告诉明幽 有人跟着他要追出去 回来 我们回去 明幽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 回去了 在韩欢面前说了几句 韩欢点点头就去了 将明月送回去 他特意换了一身 极其素敬的衣裳出去了 去了个偏僻的地方 一身黑影 将他掠到房顶上 大半夜的 来这屋顶上吹冷风干啥呀 少废话 我不上让韩欢告诉你 多穿点了吗 他就让我穿着夜行衣来了 哦 应该是我忘记了 傻子才在这吹冷风 你长风哥哥 你这么舍得让我一个人吹冷风吗 哎 祖宫啊 您别让坑我行吗 啊 我和你可没什么深仇大恨 你还给我杯子里下毒呢 上上次 你偷了我的鸡腿 我还没揍你呢 哎呦 祖宫哎 我错了 我愿意战一夜 你现在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能不那么猥琐吗 这一块 您要是穿着那么一担件 这脸都吹麻了 还能有什么感情不感情的 哆嗦了半个时辰 长风鼻涕连连的 脑子都冻僵了 忽然才听到嘻嘻苏苏的声音 很多人的脚步声 开始环绕 这道晚上还挺热闹的 皇后思通刺客 将刺客围上了 声音里透着张狂和欣喜 长风看了一圈黑压压的人群 看着明幽 脸色沉重 他们说的刺客是我 这只有我一个皇后 你不是思通的刺客 难不成是我吗 向张口解释来着 不许出声 不然我把你的眉毛头发 全都给剃光了 明飞身后跟着素红 眼睛里带着炙热的光 来人 将他们看顾好了 那刺客武功高强 可别让他跑了 长风 只要你敢跑一步 就会被捅成马蜂窝 不要轻举妄动哦 哟 明飞娘娘兴致倒是好啊 哼 还不及殿下 这大半夜的竟然与宫外刺客私会 是想谋害陛下 还是与刺客谈情说爱呀 哎呀 明飞娘娘还是不要冤枉了殿下 说不定啊 是殿下像以前一样 一时贪玩上去了 这刺客好心的想送殿下下来呢 约往一炷香的时间 凤卿浅来了 哼 大半夜的闹什么 陛下 这本不该惊扰您的 可这涉及到皇家颜面 自然是大事 不得不慎重 这满宫的人 都瞧见皇后和四客私会了 明飞生怕凤卿浅下不去手 刻意闹得沸沸扬扬的 还不下来 大晚上的去吹冷风 若明草病了 朕非得狠狠地灌你两大碗苦药才行 陛下 若此事不处理了 以后宫里人人效仿 岂不是乱了规矩 坏了刚长 凤卿浅扫了他瘾 那你们觉得如何 若属实了 该有此倡扶行为 自当双双 吟迟出此 若不是呢 明幽站着边缘 轻笑道 你们敢诬陷皇后 居心叵测 又当如何处理 若臣妾冤枉了皇后 任凭皇后和陛下责罚 明飞在头道 几个妃嫔看了 纷纷跟着 一一表态 若皇后不除 他们一天好日子都没有 臣妾也是 凤卿浅凝着众人 明幽笑着拍手道 哈哈 很好 长风 还不滚下来 长风这才亮呛着月了下来 众人瞧见是长风 慌了神 明飞 尖声道 怎么会这样 明明是 明飞以为是谁 还能觉得应该是谁 还不下来 明幽 双手张开 娇声道 我下不来 等你抱我 轻轻月上屋里 一览入怀 低声数了道 以后若再干这般 朕可不会手下留情 月下地来 众飞 瞧见她过来 于是跪地道 臣妾之错 求殿下原谅 明飞未跪 却装得一脸为难 咬牙 侧身给了肃红一巴掌 哼 谁让你胡乱听信这些谣言的 啊 差点毁了殿下的声誉 这责任 你担当得起吗 肃红自然是极有默契 立刻跪下 殿下 是奴婢不好 不应该听宫里人胡乱说话的 殿下饶命 殿下饶命 随后 明飞才慢悠悠地跪下她 请陛下责罚 也原是臣妾 听信了这些虚无的东西 哼 明飞 本宫方才怎么和你说的 本宫现在可没心情 听你说这是什么谣言 你说本宫该如何责罚呀 陛下 臣妾不是故意的 真是听信了这群奴才之言 朕记着 前几年汤全沐浴 也是你窜合着 来抓郑和皇后这对狗男女的 凤青浅嘴里的这三个字 明妖觉得 为何自己听得出 得意和愉悦了呢 被人骂了 还隐隐地带着荒块 这凤七七 真是挺变态的 既然明飞不是出饭 狗改不了 那个啥的话 本宫就罚明飞 账责 两百 明飞脸一白 吓得当场晕了过去 明妖咧嘴笑笑 哦哦 本宫数错了 就仗责二十吧 再每日去卫阳店门口跪着 自打二十耳光 没打一耳光 便得喊一句 皇后娘娘我错了 为期一个月 明飞也不是第一次自长耳光了 想必轻车熟路 不会出什么错了 明飞的惩罚完了 接下来便是其他飞品了 看了雪贫一眼 雪贫立刻哭诉的 殿下赎罪 臣妾也是听了明飞的鬼话 这才无信 你认为本宫会信吗 本宫可不是傻子 雪贫不是喜欢凑热闹吗 不如本宫送你去换衣局 那人多也热闹 什么八卦都能听得到 不要 殿下 臣妾是陛下的废品 怎么能去换衣局这种地方呢 贬你为罪人 不就能去了吗 陛下 臣妾也不是主谋 臣妾不能去换衣局的 臣妾父亲可是一向对陛下忠心耿耿 是有功之臣呢 既然是有功之臣之女 不妨便吃多 便连将雪贫的父亲一起贬了 这样 雪贫就可以入换衣局了 陛下 陛下 臣妾父亲是有功之臣 陛下怎么能为一个女人 如此荒唐 赤夺 有功之人呢 这样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 小顺子很有眼力劲的 派了两个侍卫 将雪贫送入换衣局 做粗丫头时 雪贫硬生生被拖走了 一边哭 一边求罪 奴婢愿一局换一局 求陛下生会成命 不要吃多父亲贯之 陛下 臣妾知错 臣妾知错 求陛下 恕罪 瞧你们 都害怕成一朵朵 风中娇弱的小花了 本宫 有那么可怕吗 剩下的人 也通通仗责二十以做惩戒吧 跪着的妃嫔都松了一口气 还好 没雪贫那么倒霉 成了换衣局的奴婢 她本还打算下下这些妃嫔的 可凤卿浅似乎是 不想等她废话了 伸手将她抱起来 大步流星的去了 留下心情复杂的众人 凤卿浅将明忧塞进被窝里 就让如意去给她准备 误角的热水了 在殿外吩咐了小顺子一句 将明妃身旁跟着那个奴才打残 扔出宫去 告诉明妃 以后她若敢针对皇后 兴风作浪 趁 废的就是她的腿 朕不介意多一个 双腿残废的嫔妃 是素红 凤卿浅点了点头 听到明妖在店里说话的声音 脸色又揉了下来 转身进去了 小顺子看得有些惊悚 这陛下是不是双面人 还是有两个灵魂转换自如啊 外表冷漠 骨子更冷漠 可这对上小殿下 那这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明妃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半夜了 素叶守着她 战战兢兢的打着冷战 素红上半夜的叫声 惊得景寒宫的人坐立不安 娘娘 您醒了 奴婢去给您断些水来 今日不是素红当职吗 素 素红被赶出宫去了 陛下说 素红爱搬弄是非 诬陷皇后 就让她带主子受过 将她双腿打残废 赶出宫了 方才顺公公来 她来说什么 你只管说就是 本宫还有什么是听不了的 顺公公说 传陛下口语 若娘娘以后 再敢针对皇后兴风作浪 陛下飞的 就是娘娘的腿 陛下说 不介意多一个 双腿残废的飞皮 明妖 你敢算计本宫 本宫不会放过你 不会 朕以为本宫没法子了吗 娘娘 你息怒 滚出去 此时的明妃 正在为央殿外跪着 瞧了一眼晴空万里 心情却沉郁得很 清华端着茶路过 看了明妃一眼 道 明妃娘娘 受罚就该有个受罚的样 本宫 本宫什么时候 轮到你一个奴婢来教训了 哟 那本宫来教训你 不知道合不合规矩呀 好了 明妃还是早开始 毕竟你能跪 本宫可不能等啊 殿下 真是好本事啊 来人 去请陛下来 既然明妃喜欢装可怜 装无辜 让陛下来 才能体现她的无辜 柔弱才是 明妖让韩欢去叫人 明妃一听 立刻识相地动手了 伸手掌了自己一巴掌 喊了一句 皇后娘娘 我错了 又是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 皇后娘娘 我错了 声音大些 力气也大些 你以为是给自己擦脸呢 明妃回去的时候 脸肿得如猪头 双腿一瘸一拐的 这一副狼狈样 正好被出门的梅妃瞧见 梅妃瞧见她这样 倒是有些担心 这明妃娘娘没事吧 脸肿得这么高 我这倒是有些 活血化瘀的良药 最适合不过 不用了 谢谢梅妃的好意 明妃冷声道 让素叶搀扶着自己走了 陶绿看着明妃走了 这才很小声地说 娘娘 她不领情就算了 干嘛还将这些好东西给她 大家都是宫里的姐妹 自然要相互多照应 许是明妃误会了本宫的好意 这才生气的 娘娘真的要去看皇后吗 这皇后是出了名的任性刁蛮 让这陛下的宠爱肆无忌惮的 娘娘还是与她少来往 本宫觉得皇后挺好的 她是一国之母 自然不能与我们这些妃妾一样 娘娘 可您好歹也是郡主 女宗国的皇室血亲 身份岂能和这些妃嫔一样啊 陶绿 你对本宫真好 像本宫的姐妹一样 娘娘 奴婢是宫女 怎么能配做娘娘的姐妹呢 娘娘折杀奴婢了 能伺候娘娘 倒是奴婢天大的福气 梅飞怎么有空来本宫这里了 梅飞立刻跪地 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大礼 臣妾洛雪梅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臣妾进宫时 殿下抱病 无缘得见 今日特意来拜会殿下的 还望殿下恕罪 是本宫病了 原不是你的错 本宫听闻陛下说 前夕日子还特意送了药来本宫 梅飞心意本宫收到了 听闻梅飞是女尊国郡主 想必女尊国的事情 也是略知一些的 殿下有疑惑 尽管问臣妾就是 臣妾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嗯 秦王有个孙儿 叫北明然的 算是和本宫是故交 前些年去游学了 后来听说出了意外 坠崖了 本宫想问问这件事的始末 是有这么一回事 只是臣妾一直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只是听皇城里的人说的 听说北明世子 是为了救人 才不小心掉落的 哦 殿下与这位北明世子 交情倒是深厚 臣妾来难忧 也只有殿下 问了这位北明世子 本宫与庄妃娘娘交好 又与秦王颇有交情 秦王虽去了 可本宫也得替他多留心留心 明妃与他说了一会儿闲话 便回去了 主子 你须得有危机意识了 你说这梅妃娘娘 长得又娇又媚的 说话还讨人喜欢得紧 您若不看好了陛下 岂不是让人将夫君抢走了 你也觉得他好看 殿下的美貌并不比他逊色 但你瞧梅妃 那举手投足都带着自然的风情 魅惑人心的很 别说男人了 奴婢一个女人见了 也是有些脸红的 那你见本宫呢 脸红心跳吧 凤青浅回来的时候 特意去云莱宫看了梅妃 参见陛下 嗯 梅妃起身 亲自给他捧着茶过来 凤青浅揭开茶盏 喝了两口 道 这些事 婢女来做便行了 臣妃喜欢做这些 陛下是臣妃的夫君 臣妃喜欢给陛下端茶送水 啊 真是巧了 今日我去看了殿下 这陛下傍晚 便来看臣妾了 你去看皇后了 正是 臣妾进宫多日 却未败回过殿下 这语理不合 殿下倒不像后妃们说的那么可怕 臣妾看着 只觉得像是仙女一般 还问起了北明世子去世的细音 说北明世子与他私交甚好 幼时是顾交 很好 难得你记忆挂着皇后 梅飞抬头看了看凤青浅 陛下可要在臣妾这里用晚膳 臣妾好先准备 臣妾这里有女尊国的家乡菜 可要尝尝 不用了 朕吃惯了南幽的口味 帖子不早了 朕先走了 凤青浅推门而入的时候 明幽已经吃着饭了 正埋头苦吃 听见她的动静 都忙得抬不起头来 朕多没来 你就敢动筷子 你不是去别的地方吃了吗 若是傻等着 岂不是要挨饿 谁跟你说朕与别人吃饭了 这满宫都传遍了 说你去了云莱宫 卫阳店都快成冷宫了 说这都是报应 别人是春天要来了 本宫是寒冬腊月 少听这些胡说八道的 吃了饭天气冷 明幽就往软榻上爬 吃了饭不许直接躺着 外面冷 你在店里运动 这么一亩三分地 能做什么运动啊 当然能 朕带着你做些 有益身心的运动 凤青浅斜眸一闪 眼里有了笑意 提着明幽 床上能做什么运动 床上能做的活动 有身心健康的运动可多了呢 明幽的水魔汪汪的看着她 沉静无暇 没有一丝杂念 反而在软榻上滚了一圈 很认真 很虚心地问道 是打滚吗 是打滚吗 凤青浅如遭雷劈 她该点头还是摇头呢 凤青浅眯着眼睛 眸色暗沉下来 俯身按着她的脸 直接吻了下去 嗯 明幽已惊 粉嫩的唇 不由自主地张开 凤青浅趁虚而入 软香在怀 满脑子的火热 她想 她要提前开婚了 呆呆地看着凤青浅 下一刻 面如猪肝 自己起身 急匆匆地 跑去隔壁的小片店了 凤青浅一脸不解 撇眸 瞧见软榻上 鲜红地斑斑点点 脸顿时黑了下去 老天 在和她开玩笑 明幽脸红红的 突然想到 我 被褥还是有续字呢 朕已经换过了 无碍 你老是躺着 不然朕 真的对你不客气了 凤青浅侧身躺着 怕她不舒服 轻轻拍着她的背 或者给她捏着手臂 按摩放松 低声给她讲着 小时候的故事 你小时候长牙特别慢 厦门牙别的孩子 都是六七个月便长出来 而你却都一岁了 才慢悠悠地长出来 小门牙如雨后春笋 才露出一个牙 你便开始什么都往嘴里咬了 偶尔一次咬了朕的手 你却上瘾了 每每看见朕都要将朕的手 往你嘴里塞 若顺了你的意 你便一直哭个没完没了了 明悠搭了着眼皮 有些不信 我咬你手干什么啊 朕牙 你是不知道啊 朕每次见你都是满手的口水 说着凤青浅忍不住勾唇 眼神带着几分暖意 明悠听着嘴角也忍不住上扬 我小时候很可爱吗 像是个奶糖 这什么形容啊 明悠醋眉 奶香软萌 眼睛像是精尘 清华说 我小时候总是喜欢去托爹爹的长剑 那时候人还没有长剑高 根本拿不动 死活坐在剑上 哇哇大哭 却不让人帮忙 我爹实在没办法了 只得找来冰残丝 将剑挂着 命人悄悄地躲在高处 随着我的喜好移动 我便真以为是我能武剑了 唉 我以前呢 还指望做一个除暴安良的大侠呢 后来提剑都提不动 就放弃了 朕觉得你做的是大侠 除暴安良的对象 你不祸害 这苍生便是心善既得了 若不是体虚 明幽恨不得捶死他 这还是人说的话嘛 凤青浅又乱七八糟地和他说了一些 明幽迷迷糊糊地闭眼睡去了 一夜好梦 第二日的时候 梅飞特意让陶绿去打听打听卫阳殿的情况 陛下今日从卫阳殿出来的时候 脸色如何 陶绿如实道 哦 像往常一样 娘娘这是怎么了 一直打听陛下脸色如何 哦 本宫想起来 昨日说的话 许是惹陛下不高兴了 觉得有些惶恐 便让你去瞧瞧 娘娘这么美 陛下怎么舍得生娘娘的气呢 娘娘多心了 梅飞点点头便出去了 本宫倒是不知道 三册王妃有功夫来看本宫 我倒是有些理解 大姐为什么一直极恨你了 你身上的气质确实是再美 学得再好 也模仿不来的 你不会是大老远跑来宫里夸赞本宫的吧 倒不是 我想求皇后给了恩典 可以让我去冷宫里悄悄明早 如果你还能参与你 请不吝点赞本宫 请不吝点赞本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